嗨嗨 我是Josh 今天完全不講棒球數據喔 我們來聊到齊隊的前田劍太 他球場外的特殊技能 日本有一個我非常愛看的綜藝節目 叫做阿妹Talk 這個節目有一個人氣單元 叫做繪畫白癡藝人 會請一些完全不會畫畫的藝人 來展現他們驚人的畫工 前田劍太在2016年參加了這個節目 為什麼阿妹Talk會找前田呢 因為前田曾經在賽後訪問的時候 在一件空白的衣服上面做畫 就是這個契機 讓他的繪畫天分被大家看見了 在2016年的這集節目上 藝人們先幫前田舉行的入團測試 第一個題目是獅子 我們先看其他藝人的程度到哪裡 這是諧星德錦逸時所畫的獅子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為什麼這個單元人氣這麼高了吧 接著我們來看前田 他表示畫獅子他很有自信 其他人也說 畢竟日本職棒有西武獅 前田要畫獅子應該沒有問題 好 這就是前田所畫的獅子 其他成員馬上宣布 前田通過入團測試了 其實入團測試有三題阿 第二題是羊 一樣先看其他成員的程度 這是陣內智者所畫的羊 關於這個題目 前田再次表示 羊有在十二生肖裡阿 賀年卡上也常看到 是個很簡單的題目 然後 這是他畫的羊 這個畫風真是太大膽了 第三題是企鵝 先看節目主持人 銀元所畫的 不要懷疑 這是企鵝沒錯 這次前田又說他有自信 因為企鵝的筆畫很少 結果他的企鵝長這樣 等等 你這根本就是烈化版的泡泡先生吧 經過這三題的入團測試 成員們已經確定 前田是一個大悟心人了 前田接下來的挑戰 是畫拿著貝殼的海踏 這張作品再次引發現場尖叫 看起來就是一個 扒開自己肚子的大叔 下一個題目是擠牛奶 感覺難度逐漸在提升喔 前田畫的母牛 就已經夠驚人了 但是旁邊的小牛更可怕 完全不知道怎麼形容他的臉 接下來要進入更困難的環節了 現場作畫 題目是騎腳踏車 載小孩去買東西的媽媽 這個題目真的很有難度 前田現場揮豪的成品 就是這張 我說這個小孩的大小 這樣可以嗎 2017年1月 哈梅特克再次舉辦了這個人氣單元 從美國回來的前田也沒有缺席 這年他遇到的第一個題目 是抱著五尾熊拍照的人 經過美國的洗禮 我覺得人畫得還不錯啦 至於五尾熊嗎 畢竟美國除了在大樹上的那一隻以外 應該也看不太到五尾熊 畫得不像不能怪他 接下來現場作畫的單元 是畫綁鞋帶的人 前田又畫了一幅名作啊 到了今年年初 前田再次出現在這個單元了 今年有一個新的玩法 是先幫你畫個開頭 你再把剩下的畫完 前田這次要畫的是跨藍的人 藍已經先畫好了 前田只要把人畫上去就好 這次他還是跟大家說 他有在看跨藍 這個題目很簡單 結果今年的前田 還是沒有讓大家失望 我們來比較一下 擅長畫畫的藝人 畫起來會是怎麼樣 這張是笨蛋主義 所畫的跨藍的人 超強 繼續進入下一題 這題的題目 是跟熊本熊一起跳舞 這題其他的部分都畫完了 就只要畫熊本熊而已 前田表示 姑且就是隻熊嘛 很簡單 阿娘惟喔 這張是我覺得 最驚悚的一幅作品 再來是要畫一對熊貓親子檔 擅長畫畫的藝人 千元帝畫起來是這樣 然後前田畫起來是這樣 這一集阿妹透可的最後 製作單位做了一個 超有趣的挑戰 還記得前田當時在衣服上 畫的製畫像嗎 製作單位竟然把那張畫 做成公仔了 還做成廣島跟稻奇兩個版本 我超級想要的 其實前田畫的圖 還不止這些 有一些我沒秀出來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這幾集的阿妹Talk 我是Josh 留言終結者來了 一平福特加跟我 不是同一個人 我們下次見 掰掰